今天我們的表演 是要從苦難當中走向光明 特別跟前面幾組一樣 我們要把我們的故事 用見證的方式 從宇宙光百人合唱團 我們每一個人的經歷當中 跟大家來分享 各位現在靜下來仔細聽聽我們的詩琴 淑芬老師為我們演奏的 人生在世總有苦難 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觸 其實我們前面每一段 包含剛剛我們啟明被靈門那一角 所踢進去的 因為他前面沒有感受 這個時候上帝就猜拳了 某一個人 各位剛剛在影片當中所看到的 非常年輕非常俊美的榮老師 當時在柏大尼聚會當中 一角讓他認識了上帝 同樣的我自己要跟大家分享的 聖經裡面 聖經裡面一個最有名的人物 古老的人物 各位知道 約伯記 剛剛我們的主持人 他說了約拿 約拿跟約伯可是兩個人 約伯在聖經裡面 根據聖經學者的研究 他是四千年前的人 四千年一個人 可以有許多許多的變化 但是在聖經裡面 因為他而有了約伯記這卷書 這卷書它的位置在哪裡 各位可有印象嗎 約伯記在詩篇的前卷書 約伯在上帝的耶和華的眼中 他是最好的人 沒有人能夠比他更好的 他好到什麼程度呢 他是始終如一 堅定不變 就是要跟隨上帝 他這個人上帝 居然允許撒旦去試煉他 上帝跟撒旦說 在這個世上 沒有人比他更好的 於是讓撒旦去試煉他 試煉的結果 讓他產生了什麼樣的苦難呢 他有許多的牛羊馬驢 甚至於駱駝 他有七個兒子 有三個女兒 但是這些人都在一旦之間 都可以化為烏有 他的身體 本來跟我們是一樣的 但是他一旦之間全身皮膚 都產生了 人都無法忍受的病 這個病拿我們現在的話來說 那就叫做 頭頂長長 腳底化弩 沒有人可以忍受的 但是約伯從來沒有改變過 所以人生在世總有苦難 這個苦難可能來自於你的身體 可能來自於你的事業 可能來自於你的感情 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有一段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在經歷這些苦難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學習約伯 學習約伯 從頭到尾都不改變 我們剛剛每一組在前面表演的時候 都提到了我們的師母 我們的榮老師 榮老師給我第一次的印象 就像是在影片裡面回憶著 他當時是多麼的俊美 他的唱歌 他的教歌的堅持 是從來不變 要我們不管在什麼狀況之下 就是要追尋 來尋求上帝之門 而師母給我的印象最多的是什麼呢 榮老師的一句形容 在我們一次演出當中 榮老師看著師母 剛剛我們看的影片 師母是可以站著的 但是到最後師母是要被推了進來 榮老師在形容師母的時候 說師母身上有病痛 他那個病痛忍受的程度啊 是打馬飛都沒辦法支痛的 但是師母從不改變她的信念 她不改變信念 有一點事情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榮師母的髮型 每一位女士都愛漂亮 榮師母的髮型從來沒有變過 她愛主的信念從來沒有變過 我自己還要再跟大家分享一點 讓我最感動的榮老師 在師母已經坐上輪椅以後 但是仍然忍著痛來指揮我們 榮老師這個時候有感而發說 榮師母跟她分享了一點心得 儘管是這麼痛 但是如果能夠讓她在台上 指揮的過程當中就倒下去了 多麼感動人的一段信心 我們拿這一段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愛上帝 因為我們知道天國是好的無比的地方 愛上帝我們就要堅定這個信念 我們今天第一位請我們靜芳 靜芳姊妹 因著讀書工作的緣故 我來到了屏東 也因緣際會的我認識的一位牧師 然後這位原住民的高牧師 他很熱情又很陽光 常常來探訪關心我 他也希望我每個主日都能夠到教會來聚會 並且他也盼望能夠培養我來帶敬拜讚美的教會的服飾 還是步道有階段的我呢 真的是很不虔誠 每個週六的睡前呢 我都會把鬧鐘設定在早上的八點五十分起床 因為十點要聚會了 但是不爭氣的我 每週日早上也總是跟時間在拔河 只要賴床到九點零一分 我就厚著臉皮跟神說 主啊 我今天要跟妳請教 因為上主日要遲到了喔 我會不好意思的走進教會 因為我會害怕眾人的眼光注視著我 這般的害羞撒嬌跟耍賴的行為 我給自己找了一個很不去教會的很奧博的理由 也來年有餘了 後來透過禱告我也警醒 然後想起自己過去的無知 除了對神的不敬畏之外 我也特別想 特別的光懷 想起光懷當時光懷我的高牧師跟師母 其實也對他們過意不去 我常常想念他們對我的好 後來回到了台北 也回到了現實面了 在我面臨天災就是SARS來的時候 還有碰到我工作的瓶頸 我無法突破的時候呢 那個焦慮跟害怕 其實都讓我非常每天的非常的恐懼 我突然主動的要求我的同事 帶我去教會 我深切的感受到說 神願意簡選我成為祂的肢體 是有祂的時間表的 因著教會弟兄姊妹的關懷 交托跟帶道 我也願意覺知受洗 相信神可以成為我生命的救贖 也讓我成為一個心造的人 作為祂的兒女 唱詩歌 讀聖經 教會的服飾等等 我的生命中有陽光照耀 時不時也有亮點的四色 正乃是經歷神 祂所賞賜我 封神的恩典 神的話語 為養我身心靈的層面的滿足 主說 地上只要有兩三人聚集 你就在我們當中 主啊 我在這裡 求祢幫助我 我有負面的情緒 言行舉止的不恰當 需要來被你調整的時候 我隨時隨地的跟神交通 還有交托 我的軟弱 並且得到了醫治跟安慰 我要活出基督的樣式 我來榮耀神 不停止聚會 乃是我與神永遠的約定 請夜中 在進入百人以來 最令我感動的是 每位老師都用心的教導 每一老師就像可愛的賴水 那口袋裡 有遠說不完的笑話 什麼事都能把它轉化為有趣的話題 那小文老師就像雲雀 很會修飾歌曲的線條 希望把每首歌都表現得淋漓盡致 提高我們唱歌的素養 俊榮老師就像小叮噹 口袋裡面就有掏不完的歌譜 他不管有多老的歌 還是多新的歌 只要跟他開口 他就來著無懼 超強的啊 那其他老師呢 是像鴨子滑水 做起來好像沒什麼 表面上來很悠哉 實際上呢 當十八般武力 樣樣俱全 耍齊很難啊 就這樣我們招架不住 那另外我要特別提及 在陪伴師母的那段十日 我 我受益良多 他不聊八卦 也不談是非 待人和善 隨時都會把 謝謝掛在嘴邊的長者 我最喜歡 在用餐前的謝飯祷告 他每次都會 為我和我的家人 祝福禱告 我們留了一首歌 這首歌就是 沐俊隆剛剛已經唱過的 You Raise Me Now 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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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